我剛剛...我也是...我畫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很感動耶 怎麼大家都有紅衛眼光 我跟你講 太神奇了 完蛋了 等一下 我先哭一下 那是為了擦你眼耶 因為你剛剛先講你那個故事 然後呢 我就想說 我決定要用你剛剛畫的畫 然後就很像是 可能我們跟寶寶媽媽這樣過了一生 然後很繽紛 很熏爛 可是我們從一生中 開始哭 可是我們從一生中開始出生 跟他們一起生活啊 然後... 然後所以我就這樣一直寫數字 好像是我們跟他們一起陪伴的年齡 然後一路過來 然後... 到終點的時候 剛好到這個漩渦的地方 好像最累最累 可是我寫到七十幾 八十幾的時候 我就突然一陣子就很想哭 我就覺得... 好像... 對 也就是... 這個數字寫完他們就要走了 其實也就差不多要結束了 然後什麼時候我們還可以到九十到一百 然後剛好到你唱完的時候 我剛好就寫到一百 怎麼會這麼哭 是不是啊 我就覺得天啊 就是搭配你剛剛的故事 可能... 我們回頭看又覺得 其實... 其實過程很開心啊 很快樂 可是有時候你就是會卡住 然後你越寫到這邊的時候 就覺得好難過 就是其實就像短短的一生就結束 就像一首歌 它總是有開頭跟結尾 它總是會唱到結尾的時候 然後就默默地寫下 9,7,9,8,9,9,9,100這樣 如果再做一件事 我要記得現在 不管將來我會不會忘記 但我要記得現在 然後那一刻我突然被我自己感動 然後就覺得說 天啊 這個時刻實在太感動了 然後我回過頭來看 我吃個... 這個已經嚴重了 不好意思 這兩個主持人有點怪 不好意思... 都是你害的啦 對不起... 這是一個主持人